徐欢拿了包在书房简单地收拾了下 考试需要准备的东西 娇俏的脸面无表情的有些冷 从书房出来就往门外走了 看都没看出在屋子里的男人一眼 拉开门 他气冲冲地正准备要跨出去 却在下一秒看到站在门口的身影 脚步就这样生生地止住了 站在他面前的是墨西顾 墨西顾低头看着他 唯独脸上没什么表情 更没有他惯常看到他就会扬起地笑 然后他才看着迟欢身后的男人 墨西顾一愣 原本准备好的台词一下就忘记了 你昨天晚上跟他在一起 好像是 墨西顾眉头皱得更紧 什么叫做好像是 哦 又睡之前他还在 我醒来的时候也在啊 墨西顾抬眸看一眼 他身后清俊淡漠的男人 眼神逐渐地变得复杂 迟欢 他虽然是你的保镖 但你对一个男人这样不设防 是不是不好 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 迟欢 他是男人 哼 我吃了春药 你都放心让我跟他待在一块 现在怎么又突然借起 他是个男人了 借意 他不认为这叫借意 他只是 目前为止 他不打算终止跟他的婚约 毕竟昨晚因为他 让他受到了伤害 更因为墨石签 让他受到了身为男人的某种挑衅 去学校 嗯 有考试 我送你 哼 我以为你来找我 是想解释昨晚的事情 昨天晚上的事情 迟欢 对不起 会要的不是抱歉 西姑 你了解我这个人 向来都是牙子必报 让我吃亏的人 很少有什么好下场 就好似现在 凉凉笑着的迟欢 也让他想不起来 昨晚他是一副 怎样惊弓之鸟的模样 昨晚本来打算亲自去接你 但我还没离开医院 就狗仔找来了 所以我让我的司机去接你 警局给我打电话 我才知道 司机在地下停车场 被亚冰的丈夫打晕 然后冒充司机去接你 哼 可是他为什么会知道 你让司机去接我 连地址都知道 司机说 雅冰的丈夫 拿匕首威胁他 所以他给了你的地址 他大概认识我的司机 所以在医院外换业的时候 看到他就跟上他了 迟欢垂谋 站在原地没动 迟欢 我送你去学校 走吧 扔下这两个字 他就率先走到了前面 身后两个身高相当的男人 对视了几秒 莫西顾转身 跟上了迟欢的步子 迟欢看着那辆车 突然顿住了脚步 闭了闭眼 西顾 嗯 开我的车吧 我下课可以自己开车回去 把你的车钥匙拿给我 莫西顾侧手看了眼 一贯副驾驶上 反常安静的女人 你什么时候考完 我过去接你 哦 上午十一点半 下午还有一场 四点结束 你晚点过来 接我吃晚饭吧 嗯 好 吃花 啊 怎么了 他的嗓音有些紧绷 跟莫西项保持距离 我不太明白 他是我的贴身保镖 我要怎么跟他保持距离啊 更何况 他如果没记错的话 等他结婚后 莫西项跟持假的 雇佣关系 也会结束 至少 不要孤男寡女 共处一室 哦 你说昨晚吗 昨晚只是个例外 片刻后 又轻轻一笑 哼 何况如果你昨晚 过来找我的话 我也不会让他 陪我一晚 我昨晚 我昨晚过去的时候 看到你卧室的灯已经灭了 就以为你睡着了 车一直开进了替答 好好考试 好好考试 晚上过来见你 把杨浩给放了 杨浩 是最阿宾的老公 他没说话 沉默就等于默认 迟欢能清晰地听到 手机那端 男人急促地呼吸 代表他鲜少出现的怒意 迟欢刚想否认 突然就想起了 昨晚回去的车上 莫石谦询问过他的话 他后来好像给谁打了电话 他没注意听 也不知他给谁打的电话 又说了什么 哦 我不知道 可能是莫石谦让他们放人的 莫石谦让他们放的 迟欢 没有你的授意 他会这么做 没有你搬出你爸的身份 孙局长会停一个保留的拆迁 既然你觉得都是我做的 那就是我做的吧 反正莫石谦是我的人 他做的跟我做的 也没什么区别 迟欢 你为什么要把他放出来 他其实也不清楚 为什么莫石谦要让警局放人 发生什么事了 他被放出去 又打了苏亚冰吗 迟欢 你就因为看亚冰不顺眼 所以才借刀杀人 你就不怕 他被放出来再去找你强暴你 昨晚如果不是莫石谦的朋友救了你 你以为你今天还能好好的在学校 这么一个东西 你也敢放出来 迟欢的脸色刷得一白 强行一问会让自己觉得不舒服的事情 是迟欢这么多年以来形成的本能之一 宁悠然坐在他的对面 担忧地看着他露在桌面的细细颤抖的手指 迟欢忧地笑了下 哼 你问我苏亚冰的老公是不是我放出来的 我可以不否认 但是借刀杀人这件事 你认识我这么久 什么时候见到过我迟欢 杀人不是自己知道 还需要借别人的手 墨西谷在那头没了声音 只是呼吸油漆的沉 好一会儿没有声音 迟欢闭着眼睛道 你答应晚上过来接我 西谷 如果你再因为那女人放我鸽子 我不保证你妈不会知道 因为她的存在影响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回应的是手机被漠然挂弹的嘟嘟声 迟欢用力地握着手机 背驰咬着淡色的红唇 直到咬出深深的齿印 宁悠然看着她的脸色 小心翼翼地问道 花儿 没事 吃饭吧 墨西谷 外面有女人了 苏亚冰回来了 哪个苏亚冰啊 她前女友 就是那个 因为家是寒酸 所以被墨西谷的妈拆散 后来出国的灰姑娘 哦 花儿 你不就结婚了 你真的确定以她现在的态度 你嫁给她会幸福吗 我这四年来过关斩将 什么样的对手没见识过 婚礼在即 我难不成会输个一个已经结了婚的前女友 下午四点 考试结束 持欢拿着包从教学楼里出来 正视线搜索着熟悉的车 她的法拉利 或者墨西谷的兰博基尼 她想找的没找到 倒是发现停在下面的一辆豪车 引起周围的不少女生的注目和议论 又我还没想到